現在呢就要來建立一個新的協作平台 那因為我們有幫各位老師把範本建立好了 所以呢您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建立 你按一個建立 它上面呢就有範本的內容 你按一下 你會看到目前只有 啊糟糕 我等一下喔 我把我這個範本先發布一下 有沒有 我剛剛把範本發布出來 這邊就可以看到兩個了對不對 所以以後 看老師你要用班級的還是要用這個 那如果你還不確定 沒關係 你就點一下 可以先預覽 等於這個還沒有確定就對了 你只是先看而已 先就看這裡 好 喜歡再用 那麼這裡呢 我就先回上一頁 再一個 好 我就先用下面這個 好 如果你確定OK的 你可能要往下捲一點點 因為它的選取在下面這邊 這個可能大家會沒有注意到 那選好了之後呢 你的範本就是用剛剛的 好 事實上呢 如果說 老師您覺得這樣子 還不能滿足你的需求 沒有關係 你看左手邊有沒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這個範本 這等於是我們瑞城網域的 那如果你要看到全世界所有其他的 請從這邊來找 比如說你要找學校跟教育的 事實上現在協作平台 在台灣也是慢慢的 越來越多人在用 你看班級網頁啊 術士的有沒有 這裡面 教師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不對 你都可以選 如果你覺得說OK的 都可以 把它當作是你自己的身份 那選好了之後呢 請你幫你的協作平台 命名 那麼這個命名的部分呢 命名好了之後 其實你看一下 他會給你一個專屬的網域名稱 就在下面 在這裡 那如果老師 演藝不錯的話 拍中 是大理區 有沒有 這樣會的嘛 你看 你會唸的齁 所以王子是唯一的 就是在你打 學校平台命名的時候 他就知道 把你翻成中辦 你沒有馬拼音啊 所以理論上 應該是大家會不一樣 那但是萬一如果你的 剛好是跟別人一樣的 你會發現 要按建立的時候 他會沒辦法建立 因為他會告訴你說 這個網址有人用的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齁 所以 你也可以自己命名 都OK 你可以自己選擇 反正原則上 在我們網域之下的 要有人跟你一樣的 真的不多 那另外呢 像一般部落格的 他也都會有什麼 主題有沒有 他的主題不多 但是事實上可以做自訂 所以你可以看看說 如果你不喜歡 你要當那個飯堡 但是你的主題 想要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你可以從這邊找看看 有沒有喜歡的 選好了之後 都沒有問題 就按建立 這樣子就會 先把你的協助平台建立起來 OK 那麼剛剛協助平台的名稱 不是不能改喔 你還是可以改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打進去了 打錯了 待會兒能不能再修正 好 那麼現在大家都已經建立好了之後呢 剛剛就老師有遇到一個問題喔 欸 我的主題要變還是說 那個 就是那個 網站的名稱要改變一下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更多 進來之後 上面是有更多 找到這裡 叫做管理協助平台 管理協助平台 點進去 好 有沒有看到你的協助平台名稱可以改 好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修正了 好 可以修正了 那當然說明這個也可以 再來就是你的助梯 底下 所以如果你剛 你發現說 我比較喜歡這個 有點灰灰的 因為我用的是這個 你可以改別的 好 事實上那個背景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齁 所以你確定 記得選完了之後 上面有一個什麼 儲存 要來這邊 按一下儲存 不要忘記了齁 好 那完成之後 你就回到你的這裡 從這個地方回過去 這樣回來了 你現在看起來 像照片 你現在看起來有 這個齁 不是真的差一點 是因為你現在在編輯 你可以從更多裡面 用檢視者的身份 也就是說 用一般user進來 不是管理者 不是管理者 按一下 真正看到是這樣子 有沒有上面照片就掉下來了 那你了解齁 因為這個我抓今天 上面那個什麼 20人21角 那個畫面 這是今天在學校嘛 對吧 對啊 對啊 你就畫面整理一下就有了 那其實這樣 要做這個 因為我今天是 以成果為主 所以我 以這種方式來做 那上個禮拜那個的話 就跟這個不大一樣 上禮拜的話 就是以那個 班級網頁 我就找另外的圖 這樣OK的齁 沒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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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